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日是港台黑暗的一日 他第一日上班 港台員工當然要送一份大禮給他 為什麼之前那些公開招聘又搞不定 為什麼到最後是否全香港沒有人會做廣播處長 只是政務官會做呢 其實我們工會的立場一直都是反對空降 我們一直都是堅持應該由內部員工去晉升 為什麼呢 其實這個其實是一個防火場來的 因為香港電台作為它一個雙重角色 又是政府的部門又是一個傳媒 我們需要這些防火場去確保 一些是有公共廣播歷練的人 去擔任這個總編輯的位置的時候 是可以頂住外面的壓力 頂住政府或者其他方面的壓力 去捍為編輯自主的 現在政府呢 是將這些防火場一度一度這樣拆了 以前可能政府要干預港台 可能要繞過重重的關卡才可以干預 現在政務官做了這個總編輯 一個電話就可以叫你不播這個節目 一個電話就可以叫你改變節目方針 即是政府要干預港台 是比起以前呢 是前所未有這麼容易 這個是我們最關注 港台是應該脫離政府 成為一個獨立的公營廣播機構 因為你一定要脫離政府那些 很多的財務上面的製爪啊 或者很多官僚的製爪 才能夠真真正正發揮到監察政府的角色 它跟一般的商業性媒體應該是會不同的 因為大部分的商業性媒體呢 它純粹可能根據市場的興趣去報導新聞 很多時候商人的利益 或者市場讀者的快感爽不爽 是他們報不報新聞的一個考慮 其實港台其中一個部分 是要宣傳一些政府的資訊 這是不奇怪的 在香港所有的持牌機構都要 只不過現在就有些人混淆了一些基本的分類 因為雖然它要宣傳政府的東西 但是同一時間它有它的獨立性 它應該可以發表一些批判的意見 調查性的意見 可以幫弱勢的社群發聲 一些深入的報導 不受商業或者政治的壓力的影響等等 其實這兩樣東西應該並存而不是一樣侵蝕另一樣 那些低脆味的製作我不想評論 但是很可惜的地方就是 香港電台雖然聲稱是一個公認港報機構 實際上它又是一個政府部門 所以它的角色就會很尷尬 它的資金來源是政府撥款的 政府只是在撥款的問題上也可以卡你 早前也卡得很厲害 甚至不讓你請新的人 不讓你請一些 令到它覺得在做會有前途的一些職位 不撥錢你買新的器材 令到你整個製作都很大問題 另一方面在人事上 它隨時可以空港一個人下來 因為你政府部門 你不能抗拒 甚至空港一個人 一天傳媒都沒有做過的 傳媒是零經驗的政務官 即它真是 什麼節目打什麼節目 商台節目、港台節目都分不清楚 何況你說很明白究竟什麼叫工人廣播機構呢 其實港台試過不止一致想走出這個空間 走出這個相當尷尬的空間 即在八十年代的時候 有一個報告書說香港電台公私化 但很可惜 因為中英前途談判開始了 中方就渴望著 因為它覺得香港電台 從內地的角度來看 應該是一個 propaganda machine 即是一個宣傳機器 是官方的口舌 所以它就不容許你變成一間公司 八十年代的時候 失敗了 到回歸之後 其實都試過找一群顧問 去做一個報告書出來 也都寫了的 黃英士 黃英士做主席那個 但是最後都政府不采立 就維持回現在 一個這樣的尷尬解解的現狀 那時候曾晉華 都沒有進去做特首辦 那時候他還是 那時候的bureau的態度 也不是現在的 但是equival到現在的 那個commerce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RTHK是under他的 public broadcasting 也under他的 那我跟他在一起 開了抵抗議會 他就說 我們這個委員會做完 這個review之後 就會寫了報告交給特首 那跟著會做六個月的public consultation 那當然是他們騙了 因為他們沒有做到 因為他們沒有做到 沒有做到 那麽失驚無神 丟下了一年半之後 就扔了一個proposal 上去立法會 那時候 人事已經變了幾次了 那時候 劉太做了 劉吳慧蘭 最好笑是 那時候 未出之前一星期 RTHK 就請了我吃午餐 坐下馬會拍馬會 我就說 Rai 我們把你們的建議 那跟著 但是 那臉都青 一旦是 你知道 有料到 但是 我們認為 廣大應該繼續 一個政府的部門 如果 如果你旦是了 那一句 那就很 擺到明了 你就承認了 我們所有的proposal 但是他就claim 以後其餘的東西 連那個committee 我說 We never suggested a program oversight committee 我們一交了這個report 那個committee 已經 automatically disban 了 It's not our job 他扔出去 將軍路填土區 不關我的事 How can you hold the committee responsible committee's job is done the man that should be responsible is called Donald Jung 他第一 已經反口了 就沒有做public consultation 他出了自己的recommendation 那時候他才做了三個 所謂public hearing 那已經是廢物 因為他第一件事 那個public proposal 就是remain in government department 那其餘在幹什麼 在香港本土 一個這麼小的market裡面 我們所得到的自由和資源 應該是相對於說多的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麼多人 仍然在這個工作環境 相對來說是比較差 因為我們很多是NCS來的 NCS就是沒有晉升 沒有家人工的保障 有得加 你老闆跟你寫得不得爛 才是 你看到隔壁的公務員 劣案年 在一個制度上的升遷 那些人是好 但是那些人為什麼都用死磨呢 就是因為 喜歡他形容這些 我們叫做綠洲 是香港傳媒的 仍然一塊的綠洲 那這些綠洲能夠堅持到現在呢 都有很多老闆 其實都是秉住一個公共服務的立場 和我們處理很多問題的 那麽就不要一個說到 香港電台的Management就是壞人 或者不要一想一想到 局方Management就是壞人 那麽問題呢 那麽問題呢就是 現在事實上是 外面是有些風 那麽沒有理由咬自己 餵你的手 那麽樣你樣不熟 那麽這些很封建的 就是軍臣之間的關係 那麽的論調呢 就不是很現代化了 你會覺得那麽是你老闆 人民 市民 其他的是我上司 那Shareholders是人民 是不是 那股東是人民 那麽如果 我覺得我上司和股東的立場 不對勁的話 我不會這樣以辭的 我一定要去找股東的 不要開玩笑 開股東大會 開股東大會 Say no to A.O. Say no to A.O. FreeRD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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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 我 Glass 餅 烹飽